中国茶的渊源实在非常的长远 整体来讲的话 它可以分作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然是在作为药用 第二个阶段作为菜肴 第三个阶段才到了饮用的这个阶段 在第四个阶段就是拿来做祭品 到第五个阶段 就是我们现在在追踪的一个阶段 叫做茶艺的阶段 汉代的茶我们还是以煮茶为主 然后茶叶还是碾碎了以后 那来泡来冲泡来喝 这时候的茶它是野生的 所以只有一些贵族 一些比较大的家族才有可能喝到 所以我把这个阶段称为贵族茶 到了唐朝可以讲说是茶的第一次大革命 唐朝开始有很多栽培的茶 那这时候茶叶的那个被压成井压的 那比较好运输 要喝的时候碾碎了 然后把它顺着碎片 那唐朝还是以煮茶为主 就是把茶粉放在水里面 然后再煮一下就开始喝了 可是他们这时候会加一点点的盐 很多这些外族人士就到中国来学习 一些文化 一些佛教的一些经典 所以在日本跟韩国的和尚就把唐朝的这个喝法 给带回去了日本跟韩国 那么以后慢慢慢慢形成了他们的一个茶道的一个形态 但到了宋朝了以后出现了茶险这个东西 然后开始了有那个茶险的打磨的那个茶汤 那这时候日本人学会了以后 就更完备的把那个茶道的这个抹茶法给学去了 那经朝的时候他喝茶就没有这么讲究 还是以煮茶为主 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把中国的茶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影响到了各个地区的一些民族们也开始喝茶 包括中东 包括东南亚 包括苏联的南部这些地区都开始喝茶了 到了明朝 这个我把它称作茶的第二次革命 解除了供茶 然后把茶叶恢复了它原有的散茶的形状 所以这个散茶一出现了以后 泡茶方式就转变了 不再像那个宋朝的点茶法了 而是进入了茶粮式的一个点茶法 这个茶粮式的也就是一个大壶几个小杯的一个泡茶方式 是用冲泡的 这时候出现的就是黑茶类 黄茶类跟花茶类 因为这样子的泡茶方式 日本和尚跟韩国和尚能不能学会了以后 把这套泡茶方式带回去的他们自己国家的时候 就形成他们的日常喝茶法 清朝开始红茶出现了 乌龙茶出现了 小壶小杯的方法也出现了 日本的和尚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功夫茶的一种泡法了以后 他把它学回去了 慢慢的演变成了日本的监察道 一些西方人他们到了中国了以后 看到了中国人喝茶那种悠闲 那种轻松而且可以交谈的那种喝茶方式 他们也把这种喝茶方式带回去 然后变成了英国庭宴式的喝茶方式 他只是把我们的包子 我们的叉烧或者是那个烧饼 把它换成了英国式的糕饼 英国式的饼干 那到了现代 可以讲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比较弱的一环 因为近代的两百年 整个国籍或者说整个国家的动乱 外族的侵略也好 或者是国内的内战也好 一直不断地延续了两百年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就是沿海一带的 就往国外移民 比如说新加坡 比如说马六甲 还有马来西亚的槟城 他们会把一些中华文物 一些中大家族里面的传统文化思想 或者是一些传统习惯给带入当地 然后慢慢慢慢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 土生华人的一个族群 1949年以后 大陆跟台湾就作为一个分割了 那这时候台湾 他们到了新加坡 马六甲跟槟城找这些土族里面 因为他们这些土族里面拥有的 保有的太多的中国文化 所以他们把这些收集了以后 重新整顿 重新整理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出现了 所以茶的文化 这个时候也在这个时候在台湾开始出现了 所以他又把这个文化给输出 同样的还是在东南亚这一带 茶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大陆跟台湾的接触也比较密切的时候 茶文化也在这个时候被引进来 大家也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一个桥梁 所以在浙江大学开始创立了一个茶学系 所以在中国来讲的话 在初期的茶艺 是从浙江大学这边演变出来的 一套泡茶方式 到了目前来讲的话 在台湾因为有很多的那个茶艺的创办 就是发起着 他们不断地在大陆这里传播茶文化 所以也影响了整个大陆地区的一些茶文化的一个发展 包括茶的知识 包括茶的泡茶方式 像台湾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泡茶方式 还是以小湖小杯为主 可是这不符合大部分的中华地区 就是大陆地区的一些要求 所以中国现在的那个整个茶艺的一个进展的话 在往自己的方向再走 那到了九十年代 我就把那个比较完整的一套茶的城市 从新加坡介绍到日本 这个中国茶开始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 之后中国茶在1997年以后就非常非常的流行 一直到延续到今天 那泰国 越南 还有缅甸 印尼这些部分的话 我两千年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传播 然后我就变成了这几个国家的一些叫做传播者 茶虽然说是只是几片茶叶 其实结合了各个地区的生活人文习惯的话 它还是有不同样的泡茶方式 所以在现在可以看得到 在中国是百花齐放的一种局面 是4000就让我们都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30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